BA.5造成全球疫情快速升溫 指揮中心评估台湾可能在8月中或8月底面临下一波BA.4、BA.5的疫情攻击 而且感染科专家就提醒了 不管是自然感染或者是打疫苗的保护率族群免疫力已经下降 到8月中以后就挡不住BA.5了 台湾这一波本土疫情逐渐趋缓之后 外界普遍认为边境检疫政策有望从3加4改为0加7 但现在恐怕也难以太乐观 因为BA.5来势汹汹造成全球的疫情快速升温 以日本东京来说的话 他们单日确诊数就创下了历史新高破了3万例 医疗体系提升到险峻的红色警戒 而台湾在这一波BA.4、BA.5的疫情 指揮中心评估最快是落在8月中或8月底 台湾从4月开始疫情烧起来 这几个月和Omicron BA.2奋战 现在防疫放宽不少像是口罩政策 但或许喘口气可以 却不能松懈太久 足球免疫力是两个过程 一个就是自然感染 因为当然是打最后一剂的疫苗 有些人是打第三剂 有些人是打第四剂 打最后一剂的疫苗 也是过足一部分的足球保护力 这两个加起来就是你的足球保护力 那这两个东西都是会慢慢降的 到8月中以后 这两个就会降到 挡不住BA.5的了 我觉得我们现在社区病毒的定序 要再增加它的数量 这样你才能抓到BA.5的 比较正确抓到BA.5的比率 不然现在对BA.5的比率的估计 可能会有点失真 因为你做的结局如果不够多的话 黄黎明认为现在对社区的监测 还不够多 Omicron的家族成员BA.5 已经逐渐成为各国的主流病毒株 而重复感染在BA.2流行时 就已经发现了 林小姐的健保快译通理记载 5月15号通报PCR阳性确诊 没想到6月18号PCR检测又阳性 才短短一个月左右 我第一次确认的话是在5月15号做通报 那时候是完全没有症状 但是我那时候CT值很高 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传染力 然后第二次大概是6月18号 所以这样相隔两次 相隔中间的话是大概一个月 那这样一个月的话 我第二次的话就很明显出现喉咙痛 然后再来开始就是严重的发烧 林小姐第二次感染症状严重非常多 而在医疗处置上碰到了 这一次验出来的话CT是23 是有传染力 那变成说那时候胃部服务的关系 所以就是心体质虽然是有传染力 但是是不需被受隔离 然后所以变成说在医疗上 就是又会变成说 是不是确诊者的治疗方式 我第一次虽然是无症状 但医生因为我们医生说是 我有变少手术心脏变少手术 才未满一年 那医生可能就是评估就是属于高风险群 所以第一次其实没有什么症状 他也先给予抗病毒药治疗 做症状治疗而已 就没有办法拿到抗病毒口服用药之类的 指挥中心是在7月1号才公布重复感染处置原则 而目前按照规定 若是一个月内重复感染 因为小于30天通报时会被系统筛掉 必须请医师通报卫生局进行个别认定 也比较麻烦 根据南非的研究 二次确诊的比率 在BA.1病例中是11.5% 但在BA.4 BA.5就达到了18.9%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何大一博士的研究中 BA.4 BA.5的免疫逃逸 是BA.2的4.2倍 是原始病毒株的19.2倍 在国际间的话 陆续都有30天以内的一个重复感染 所以在美国CDC 他已经提醒大家打破那个思维 说你是确诊后三个月后 才会有重复感染的可能性 事实上是没有 那随着这样的 不管是BA.1 BA.2 BA.5的话 因为他们免疫逃脱能力都非常的强 所以重复感染或是突破性感染 我想势必在未来的这个日子里面 还是很容易看得到 指挥中心目前对重复感染的定义 和处置原则比较严格 但得思考未来BA.5成为台湾的主流病毒株时 要怎么应应 还有盘点医疗量能抗病毒药物 面对下一波疫情时 才能将伤害降到最低 大家都认为现在疫情趋缓 不过专家真的没有那么乐观 BA.5侵入台湾社区 有医师预言至少接下来会有200万人染疫 时间再交给作合 好本土疫情看似是有趋缓的 不过就连前卫福部长陈时中 他也说在八月份这疫情看起来 有望是来到一万例左右 但真的有可能吗 现在就有人持反对的意见 精神科医师沈正南 他也常常分析时事 他就针对说八月底 到底有没有可能跌破万例呢 他自己是觉得不太乐观 因为他说像是BA.4和BA.5的疫情 至少在台湾还会有两百万人确诊 而六成的台湾人其实是没有感染过 BA.2这个病毒的 所以只要在感染一成的人 那其实数字就会来到两百多万人了 他强调就是说 这数字不是空穴来风 是真的很有机会 有可能会达到的 而台大工卫系的学者 陈秀希他也指出说 在六号这一天 超额的死亡是百分之三十 他也分析到为什么会看起来有上升呢 有两大的关键因素 首先第一个是翁狂多轻症 所以导致这个慢性病患 担忧会染疫 因此而延迟就医 第二个状况是因为医疗的拥塞 所以导致这样间接死亡的案例也增加 那当然他也提到一个现象 是说从数据上来看 疫情死亡是集中在五十到七十岁 那其实五十六到七十四岁 刚好就是适逢战后的婴儿潮人口 好八月中以后 有没有可能疫情再起呢 现在五十岁以上的民众 要开打第四剂疫苗了 但施打第二次追加剂 到底有没有效呢 有办法对抗BA.4 BA.5吗 国内专家学者看法不一 有学者认为高龄长者 必须接种第四剂 因为可以减少死亡风险 也能降低重症几率 但是也有一时认为 以现有疫苗来当第四剂施打 并没有太大帮助 暑假旅游旺季 松山机场不少旅客 提着大包小包要搭机去 离岛旅游 本土疫情有在降温 暴富性观光潮涌现 但BA.4 BA.5来势汹汹 指挥中心宣布 第四剂扩大开放 给五十岁以上施打 那民众的意愿又是如何 很严重的话 需要的话我们还是会打 我就是怕疫情 因为我们工作场所是比较 接近大众化的 对啊 就接触的人比较多 这次疫情看起来蛮严重的 然后我们希望是打第四剂 也保护我们自己也 强对的保护别人 面对BA.4和BA.5 将成未来隐忧 民众大多都愿意接种 只是第二次追加剂打下去 到底有没有效 50岁以上民众 可以施打第四剂疫苗了 但专家学者看法不一 有学者表示 国外研究证实 高龄长者接种第四剂疫苗 可以减少五成的死亡风险 也可以减缓确诊后的 长新冠症状 不过有医师则表示 以现有的疫苗 来施打第四剂 帮助并不大 根据指挥中心统计 目前65岁以上民众 和长照著名 第四剂接种率偏低 只有两成多 中区防疫指挥官 黄高斌就说 目前的新冠疫苗 对BA.4和BA.5来说 防护力并不大 不保证打了就不会被传染 目前我们旧的疫苗来讲 对BA.4跟BA.5 它的预防感染的效果是不好的 但是它避免重症 或死亡的效果是还在 所以针对一些年长者 或者是说有免疫缺陷 或者是有共病的这些人 最好是能够施打第四剂 这样是会比较安全 因为它的变异主要是对抗体保护的变异 对我们其他免疫系统防疫 尤其是T细胞的防疫 它并没有很强的免疫逃脱的能力 所以打了疫苗以后 预防重症跟死亡的效果 比较不会受到变异株的影响 专家一致认为让年长者打第二次追加剂 最主要是能预防重症或死亡 瑞典的分析报告就显示 施打第四剂的80岁以上长者和长照著名 比起接种三剂的人 能预防死亡的效益达27%到54% 李斌尹就认为 开放次世代疫苗 让全民施打是接下来方向 那以后次世代疫苗 预期可能几个月以后 就会开始有授权使用的机会 那所以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病疫株所引起来的一个保护效果 会逐渐下降 那么次世代疫苗 如果它的保护效果很好的话 说不定我们以后 要考虑的追加疫苗 就变成次世代的疫苗 究竟B1.4、B1.5会掀起多大疫情 近期日本与南韩疫情快速升温 专家也示警 台湾在9月可能会再度拉警报 B1.4.5已经进到本土病例了 已经进到我们社区里面了 那进来以后 差不多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左右 它就会达到高峰 所以这个是预测来讲 就是差不多8月底9月初 就会进入另外一个疫情的高峰 就像日本跟韩国一样 不过至少目前以欧美 他们可能有些国家都已经 造成B1.5感染有一段时间来看 那众部还没有看到写助性说 它在死容率的部分 比B1.2来得更明显的高很多 B1.4、B1.5在世界各地迅速扩散 秋季将有新波疫情爆发 虽然现在疫苗对变种株防护力较弱 但犹大还是多一层保护 TVBS新闻卢士鹏刘燕宣台北采访报导 全台的高温不止人类受不了 您知道吗 就连水底的珊瑚恐怕也要中暑了 美国NOAA长期监护珊瑚 交预测台湾墾丁小琉球 这些南部地区将会率先进入珊瑚白化 一级警戒 潜水员潜进东北角茅澳湾 将富裕15公分的珊瑚移植 重进海底 新北市海洋资源福利园区 与海洋大学合作 携手进行珊瑚富裕计划 一开始他们先把珊瑚养在九孔池 细心照料水下这1300株珊瑚 每周都有人员下水用牙刷等工具 清除覆盖在基座上的藻类 确保珊瑚可以正常行光合作用 会如此重视珊瑚 就是因为它在生态中扮演重要角色 那如果珊瑚消失了 这个生态系不在了 这些生物它就失去了可以躲藏的地方 那就离开这里或是死掉 然而台湾的珊瑚生态系 屡屡传出健康亮红灯的消息 尤其气候变迁 更让珊瑚宛如住在锅炉里 今年夏天特别热 而台湾甚至标出40度高温 再加上没有台风 台湾周边海域珊瑚礁 暴露在紫外线下 NOAA预测台湾珊瑚礁 在7月底之前将陆续进入一级警戒 美国国家海洋暨太际总署 NOAA的珊瑚礁观测系统 以卫星监测海水表面温度 标示水温较高 可能导致珊瑚白化的海域 NOAA的警告分为三个等级 警示意味可能发生白化 一级警戒只可能发生明显珊瑚白化事件 二级警戒则可能有严重的珊瑚白化状况 同时可能导致珊瑚大量死亡 大概是在一个月之后 它就有可能会全台湾会进入第一级的警戒 五到八周之后会变成 台湾会进入第二级 会有大白化发生 太平洋高压就在台湾上空 那这种呢是会造成气温非常的热 相对的间接也会影响到海温 那海温呢 一热起来 它就会让整个珊瑚 它需要的这个一些维生物 它要吃的维生物 整个都没办法生存下去了 当然珊瑚就没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养分 珊瑚白化监测分级 共分六级 分别是正常珊瑚 珊瑚呈现蛋白色 第三级是1%到50%白化 第四级50%到99%白化 第五级100%白化或荧光色 第六级则是最严重 白化死亡覆盖海藻 中研院研究显示 过去台湾有两次珊瑚大规模白化事件 分别发生在1998年及2020年 以今年的气温来看 不排除会再发生一次 接下来的两个月都没有台风 来帮忙降温的话 那就有可能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那台风它对于整个台湾的珊瑚 有一个好处是 它可以因为它的那个长浪 它的浪波高比较大 所以它会把底层的冷的海水 把它搅起来 然后跟水表面比较热的海水 做混合 所以整个珊瑚它的 整个环境的水温会降低 所以会降低它的热压力 专家认为小尺度小规模的白化 还能挽救 但若因为气候变迁所造成的白化 长远来看还是要从降低 温室气体排放等行为做起 个人能够去做的就是 例如说节约能源 做好垃圾分类啊 不要去海边玩的时候 不要擦一些仿晒乳 这些会污染海洋的东西 珊瑚礁体系遭破坏 就如同热带雨林的树木 被砍光或城市的大楼 全部倒塌 学下的生态浩劫 路上的人们不容易察觉 但我们都得为大自然 可能的反扑提前做好准备 TVB的新闻和家阳往后与台北新北 采访报道 全球暖化速度已经是全民有感的加剧 环保永续的脚步不能停 只是政府早早喊出 种种的净零碳排目标 但是将近两年的时间 目前实际在执行的 仍旧是七年前的旧版本 来到台北市北投的公园 绿树成映仿佛置身森林秘境 而藏身其中的这座图书馆 也已经被绿翼爬门 通风好它的空调的用电量就减少 它的采光好 它的室内的电器的耗能就减少 省水器具 或者是说一些比较被动式的 一些机械性的东西 来达到这种节能的效果 其实这个面是面白 它其实这是最舒服的一个阅读空间 那我们透过这种深 比较深的阳台 然后提供就是民众可以对外阅读 其实这些水平格 它同时也达到一个遮阳 还有把光纤折射进去间接采光的一个很好的效果 身为台湾建筑环保的先驱 方位角度所有细节都是巧思 太阳能发电为基本 还有雨水回收系统 提供厕所等地方的用水 消耗最少资源 也得使用最少能源 并制造最少的废弃物 除了节能减碳融合生物多样性 以及氯化等等之外 这个建筑物本身就是用食材 还有像这种木头 可以回收在利用的建材所盖成的 北投图书馆是全台第一座绿建筑的图书馆 而且还是钻石等级最高等级的 要怎么分啊 就是主要绿建筑分为九大指标 综合评分之后呢 就可以分析 绿建筑九大指标 包含了生物多样性 氯化 基地保水 水资源 日常节能 二氧化碳减量 室内环境 废弃物减量 以及污水垃圾改善 台北著名地标101 还有改建后的南门市场 健康公宅 明伦公宅 以及新北市郁金桑酒店 都能算是不同标章的绿建筑 只是随着全球暖化 加剧有感 追求永续的脚步 还是不够快 绿建筑是从1995年开始做 那到现在 里基申请通过的案件 今年突破一万件 看起来很多 但是比起我们所有建筑物的存量 还是数量相当的少 自愿性的申请 没有强制 希望政府单位 工部门 甚至民间企业团体 都要把它当成 它是企业社会责任来推动才行 包括绿建筑在内 极端气候烧出转型的急迫性 但距离理想 恐怕还有很长一段路 因为尽管政府 喊出种种净零碳排的方向 但将近两年过去了 目前实际在执行的 仍是2015年的旧版本 温室气体减量级管理法 那这个法案 现在正在进行修法 那我们希望说 这个法案可以加速来达成 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母法 那后续很多相关的政策 比如说像大家关注的 碳废的政策 还有台湾2050减量 净零排放的目标 都还没有办法开始执行 那我们希望说 虽然气候变迁 它是一个很长期的过程 但现在大家也感受到 它的急迫性 所以这个法案 需要赶快的来学完 一波波热浪 冲击各地 真就发烧地球 维护环境 永续发展 你我有责 从日常生活到建筑法规 防防面面都要着手 DV新闻中的荣 陈文岳台北 采访报道 人都会走到退休 这条路 然而存退休金也是关键 但是受到通膨压力 跟古债夹杀 就有专家认为 2022年会是危险的退休年 如果没有做好 妥善的理财规划 退休金会越来越薄 对着装饰卖制了两桶紫细检查 再放入专属仪器 检测糖质 这是生产啤酒 非常重要的过程 这份工 64岁的赵先生 已经做了超过40年 今年9月 即将迎接人生新里程 进入退休生活 以前是不太敢去接触 那一些投资 因为毕竟不可能 有太多的时间 去关注股市的一个起伏 所以退休后或许 或许因为我儿子 有在做一些投资 看看他的 或许跟他吧 赵先生民国70年退伍 就进入台九工作 已经40几年 9月就要退休 对于未来生活 赵先生已经将存款 跟退休金做妥善规划 但2022年 面临通膨高涨 以及股债双杀 物价持续上扬 被外界称为是退休危险年 钱变得越来越薄 离开市场后 每一分钱的规划 都不能马虎 整个的物价 真的去买 你以前的一千块 可能花个两三天花不完 现在一天 买个东西 很快就不见了 环境就是这个样子 但是只能小心 谨慎的去面对吧 会忧虑通膨影响退休 不是没有原因 专家表示 若每年都是2%的通膨 35年后 资产价值缩水一半 简单来说 就是存了退休金一千万 在通膨影响之下 35年后的货币价值仅剩下500多万 再没有妥善理财 很快就会面临财务危机 即将要退休的族群 那你可能要自己精算说 未来我可能退休需要多少钱 那我准备了多少 那我什么时候可以退休 那这个事实上是可以预估的 那最后就是已经退休的这一群人 那你可能要做好这个财务的分配 跟投资的策略 停前规划退休生活 多数专家有之一同 认为第一重要的是紧急预备金 基本上已够支付3到5年的生活费为主 若以200万现金来看 以单月生活费2万来算 5年120万 剩下的80万元 可以作为定期定额投资 累积未来长照需求费用 但若有不良负债 一定要尽快还清 哪些是你这个可以弹性应用的 哪些是你的定期投资 那哪些是你必要的支出 那如果你能够把这些都分得很清楚 那相对的 你就会比较安心的可以退休 退休后的投资当然可以多元 但避免超短线 要求过高报酬率 至于紧急预备金的存放处 专家分析一定要放在现金 因此以存款或货币型金金为主 但公债或投资等级债 仍有叠价风险 务必当心 要去投资一些短线高风险的投资 最好是有长期的投资规划 像是比较保守型的基金 或是ETF等等 还有很多人会考虑以防养老 就是可能把在大都市的这个房子卖掉 然后转而去住一些比较乡村区的地方 那这样子下来呢 又可以挤出一笔生活费 妥善理财小心投资 每笔钱都得上心留意 才能享受无忧无虑的优质退休生活 TBS新闻江浩文来一名台北采访报导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